肌膚之藥 還要再滋潤一點點 我是真的感覺 現在就是包含休息時間加移動時間 結束了 切成小火 鍋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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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不時的 不時的 可以用大麦包裹 用小麦包裹 放入麵包裹 放大麦包裹 和麦包裹 中間的米包裹 加入麦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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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3個 3個 4個 1個 2個 2個 3個 2個 2個 3個 4個 我都没有想念 很像 在简单上 快下 伤相 明日 想念 他 有 你 是 宄宇 剪完頭髮了 我這次是染比較咖啡色 細一點點 你們看比較深棕色 我已經長期久紅色很久了 所以我就想說這次染比較深棕色 而且我今天臉真的看起來超想睡覺的 很開心 然後我瀏海也是一樣 今天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我現在要去一間咖啡廳 它是靠近 竹夏童那邊的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走過去竹夏童那邊 反正今天就去那邊看看 這樣就成功了 全部投放進去了 這樣在這裡 這裡是某種大化碎 就算是某種大化碎 就算是某種大化碎 是不是有東西 你們也不鑽吃 串子 好棒 水餅水餅小姐 我吃完了 我現在想要去Art Cosme看一下化妝品 然後再順便去旁邊的IKEA看一下家具 但它旁邊IKEA沒有賣那種大型家具 只有賣小的 我想要去看那種蘇多的台湯 這裡超大的還有二樓 但我覺得二樓比較多攀牌 我就是要來找這個汪仲勇的 結果幾乎都缺貨 中文字幕閃音樂 中文字幕早安 中文字幕提供 我現在已經結束了我自己在園舍的行程 然後我要把三首線去秋葉園 就是我們家附近那邊 因為我想要去那邊找一下我老公的生日禮物 他大概下禮拜就生日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要買什麼生日禮物給他 超難欸 然後問他有需要什麼他也說好像都不需要這樣子 但我覺得還是要送他的東西 因為他對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反正呢我要去找他的生日禮物 而且他最近腳踏車被投超扯 他是停在我們家的停腳踏車的地方 結果還被投欸超扯的 因為他說他很相信所以他也沒有上鎖 然後就這樣被投了 所以我想說欸是不是一個好機會可以送他腳踏車 但我昨天有偷偷套他話 就說你是不是要新的腳踏車 還是幫你換一個電動腳踏車什麼 他說不需要反正東西那麼方便搭電車就好了 但他雖然嘴巴這樣講 他是真的很常騎腳踏車出門 就是例如說去看個醫生或者是去他公司去找客戶什麼 他都是騎腳踏車的G多 所以我覺得呢 還是可以去看一下腳踏車 我看到相機的樓層好想逛 但我要直接去找他側的樓層 然後他側的樓層在六層 這台Panasonic是我想買的 超漂亮分人超穩情的 嗨各位我現在回家了 我來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買了什麼 但我今天呢真的沒有買很多 因為第一次去表餐道只逛了兩間店 好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其實我們家裡表餐道很遠 所以我每次只要有去染頭髮 我就會很努力的想要排一些行程在那裡面 因為我們家裡表餐道沒有很近 我大概去一次要花快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每次去呢都會很認真的想要去逛一點東西 然後去買一點東西這樣 好無聊的分享 然後呢這一次我去呢我就想要買一些傢俱 然後跟美妝用品 我前陣子不是才剛分享完美妝愛用品嗎 我跟你們說我就是一直在找 試滴乳 試滴乳 到底會不會發音 喔我先拿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之前在影片說旅遊啊 或者是我不想洗海綿的時候就會用的這種 一整大包的化妝海綿 就是很常推薦這個 然後就有被燒到 所以我就想說去買看看 這個 我覺得還蠻小的 它只有30ml 然後我今天試在手上的效果 我今天沒有試在臉上 我是試在手上 試在手上的效果就是那種 提亮我們的膚色 然後均勻膚色 是比較滋潤型的 我自己覺得它好像比肌膚之藥還要再滋潤一點點 我是真的感覺 但不知道大家使用上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還不錯 只是我覺得它有一種味道 嗯它有一種花香調的味道嗎 不知道它這是什麼味道 但是它是有味道的試滴乳 如果你是比較在意味道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一樣靠櫃 然後試一下是不是你可以接受再去買 底妝這種東西真的一定要靠櫃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很便宜的東西 我可能明天開始就會用它 之後好用的話呢再跟大家分享 好 以上就是我的購入品 超少 然後給你們看我剛剛在回程的路上訂的東西 因為我就想說 我還是很想買台燈 因為這邊晚上其實的確滿暗的 這上面是沒有燈的 所以我想買一個台燈 然後我剛剛呢就在Amazon上面訂了一個台燈 它就是長這樣子 非常基本款的台燈 它可以調這種冷暖色結 還有亮度也可以調整 再加上我有Amazon的會員 所以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超快的 好 那我要去洗澡了 好 我跟你們說乾哥不在 就是我老公不在 真的還挺無聊的 因為我們從交往到結婚到現在 他其實沒有 就他的工作其實不太需要出差 然後這次呢是因為他們公司有展覽 展覽 展覽 所以他們公司有展覽 所以他要去大阪出差四天 這四天呢就是我一個人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回歸以前的 一個人的生活的感覺 來拍一下Vlog好了 因為我很無聊 所以我可能會一直對 影片裡面的你們講話 對 剛才不會是不知道 所以要上次跟她的回來 然後有些東西 變成一天 放在這裡 非常難的 然後就這樣 也行 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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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失誤! 又要去上班了 我剛剛早上出門前一刻才發現 我忘記畫眉毛了 所以 又趕快不畫眉毛 但是因為真的沒有時間了 所以我就沒有畫眉粉 就是 只有刷懶眉膏 然後就這樣出門了 傻眼 傻眼 好 今天是中班還可以 就是不會太 需要早起 也不會太晚下班 還蠻好的 那我們就一起上班加油吧 我現在下班了 然後我要準備去買菜 我都會把我想買東西的名單寫下來 然後去買菜 但呢我現在肚子好餓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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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們說 這個它 漲價超多的 原本好像才260還多少吧 280 好像 現在漲到300日元了 就像我一樣 太陽 了解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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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我現在回到我的書桌前 然後我剛剛把我的晚餐用最簡單最方便的方式做我的晚餐 就是把所有料理都放進去 然後吹飯 然後在這期間呢我要來做一些工作 例如說回一些mail或者是用一些包裹的東西 我跟妳說我剛剛打開信箱的那一瞬間我就發現我老公不在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因為你看光這個不在通就有三張欸 我們的包裹超級多的 不在通知呢 就是例如說你人不在 他會放這個通知單 然後你再自己去申請請他再配送這樣子 然後一定就有人說 不是有那個配送的箱子是可以放包裹在裡面的嗎 對 沒錯 但是有一些東西就沒有辦法放進去 例如說我比較多的就是像郵局 這就是國際的包裹 然後跟Amazon 這個是我們訂水 就是我們都會訂這個 這個大瓶的水我們都是固定定期配送 所以這個它也可能太大還怎樣 就也沒辦法放進去 所以它就沒放進去 開箱包裹 這應該是我昨天買的那個 電燈 台燈 桌燈 它比我想像中包裝還要小很多欸 那麼的小 它盒子超大的 黑色 我剛剛一打開發現這邊是白色 我嚇到我會以為它是白色 然後被想像反面也有一個黑色 WOW 好可愛的白色 嗚呼 它這邊有那個Type-C是充電式的 OK 然後跟這一個 都是右手在動 左手真的 廢物 等等 所以它現在是完全沒有充電的狀態嗎 我好想要不要立馬用它喔 OK 它也有充電 你看 很不錯欸 立馬掰起來 喔呼 好不錯喔 很不錯 好可愛喔 老闆 我現在在店裡上班 現在在民宿 在民宿市場 民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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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各位 我現在呢 剛剛在店裡面上班 然後現在上一上 因為下午要回總公司 我們總公司在元宿那邊 有一個新商品的課要上 所以呢我等一下會去元宿那邊 現在就是包含休息時間加移動時間 我要直接去元宿那邊吃午餐 各位一大早我要送乾哥的禮物已經送到了 可是它超級大的 大早現在已經是11點了 因為我今天是晚班 所以出門也都出的比較晚一點點 然後我今天會上班 上到晚上8點 但是晚上8點之後呢 我就想說我要去買那個包裝紙包裝 它的那個大 還是就這樣子直接給它 但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必要買包裝紙 畢竟那麼大的物體 怎麼想應該都是那幾樣東西而已 我自己覺得 因為家裡沒咖啡了 所以上班前先來喝一杯咖啡 我現在下班了 然後今天是晚班 所以自己做晚餐有點沒辦法 我決定要去吃大戶屋 我今天遇到兩位觀眾 其中一位男孩是從我200追蹤的時候 就追蹤我了 真的是超級感動耶 而且真的這樣子當面的 觀眾講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就很像是很久以前就認識的好朋友 我每次來大戶都是點炸雞 只是它是有那個甜醬的炸雞 真的非常好吃 那個甜醬 我也是來日本才開始喜歡吃的東西 一開始吃我也覺得好甜 但我現在很愛 我現在就好喝 我現在早上喝的 我現在往下 但我先去吃 我天啊 因為這是在你 風雙 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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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like a learner